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学 第七百三十五集 都说四皇叔出征未归 还有好几日才 凤江回头 原本只是想看看凤九儿现在是什么情况 可不想 这一回头竟然看到那道黑影正在靠近 他猛地坐了起来 盯着走到凤九儿面前的黑衣男子 惊得连眼珠子都快要滚落在了地上 四皇叔 怎么 可能呢 四皇叔怎么说出现就出现了 他不是还在回城的路上 还有好几日才会回来吗 这还不打紧 最让他震撼的是 一向不尽女色的四皇叔 竟然在凤九儿身边蹲了下去 直勾勾地看着他 四皇叔是什么意思 凤江猛地坐了起来 看着四皇叔呼吸又急又乱 四 四皇叔 你 你怎么会提前回来了 凤梨没有回答这话 依旧盯着凤九儿的脸 九儿醉眼朦胧 冲他眨眨眼睛 竟抬起手要去触碰他的半张面具 九儿 不可无礼 凤江吓坏了 这丫头敢乱碰四皇叔 不怕四皇叔直接将他的手给剁了 他要将凤九儿的手拉回来 可自己的手刚才伸了过去 还没来得及碰到凤九儿的手 就被一阵风给挡了回来 凤江睁大一双眼睛 四皇叔竟然将他推开了 震撼中 凤九儿醉熏熏地爬了起来 手已经落在了四皇叔的面具上 他笑嘻嘻地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扯着他的面具 想要将他的面具摘下来 凤江吓得冷汗直冒 四皇叔 您被伤他 他什么都不懂 凤梨却已经扣住凤九儿的手 但看他的脸色 又似乎没有任何不悦的气息 他就是凤穷仓带回来的小公主 凤梨的指尖微微在发抖 凤江不知道四皇叔 怎么会对小皇妹这么感兴趣 他本能地点了点头 就 就是 就是传说中 在别院养了十几年的凤女公主 凤梨却忽然将凤九儿翻了过去 让他趴在屋檐上 他动手去解他的衣裳 四皇叔 转过去 凤梨沉声道 凤江撇了撇嘴 她是我亲皇妹 这凤凰印记 我可是见过的 凤梨一道冷嗖嗖的目光扫来 凤江吓得赶紧别过脸 再不敢多看半眼 九儿的衣带被解开 后腰的凤凰印记 终于彻底呈现在面前 凤梨的指尖落在印记上 指尖沿着印记 一点一点滑过去 手指头猛地一阵颤抖 小心翼翼 给九儿将衣裳拉好 衣带重新绑上 他忽然将它一把纳入怀中 紧紧抱住 听到动静的凤江回头 便看到从来没有和姑娘 接触过的四皇叔 紧紧抱着他们家的小丫头 他激动 甚至眼底一片泛红 就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 甚至是自己 这辈子最珍视的宝贝那般 四皇叔 他怎么就不知道 四皇叔也会这样 爱护他们这些小辈们 可是 黄侄儿好几个 也不见四皇叔 什么时候给过多少好脸色呀 为何独独 对这个小黄妹 疼成这样 凤九儿 在凤梨怀中挣扎了下 有点不高兴了 凤梨 凤梨一阵惊醒 慌忙将它松开 却也还是浮在怀中 没有再让它躺在屋檐上 他忽然看了凤江一眼 凤江顿时被击鼓一凉 总觉得自己要遭殃了 夜里风大 你竟然让他和你这个操汉一般 睡在这种荒野之地 这 这里是闹事啊 并不是什么荒野之地 但 但 凤江低垂脑袋 接触到他冷冰冰的目光之后 再也不敢为自己狡辩了 凤九儿 却在凤梨的怀中动了起来 依旧是对他脸上的面具 特别感兴趣 小手抬起就要去摘掉 凤梨握住他的手 有点无奈 丫头 这东西不好玩 凤江原本很担心 九儿的举动会惹四皇叔生气 可没想到四皇叔只是对他无奈 竟然一点生气的意思都没有 四皇叔 凤九儿笑了笑 睁开他的手 还是要去拿他的面具 凤梨依旧想阻止 但却没舍得阻拦 一个迟疑 面具就落在了凤九儿的手里 竟真的被他摘了下来 下一刻 九儿看着眼都直了 凤江更是愣在了风中 盯着四皇叔的脸 无法呼吸 不是在战场上被毁了容 不是因为太丑陋 才戴着面具吗 可是四皇叔 哪里是被毁容了 四皇叔这张脸 老天 这绝对是他有史以来见过最美最美的脸 四皇叔没有被毁容 四皇叔角色无双 四皇叔甚至比公认的凤族第一美男子 他们的父皇凤苍穹 还好看 这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凤江惊得差点从屋檐上滚了下去 凤梨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是看着凤九儿柔声说 可以还给我吗 凤九儿差点就酒醒了 被他帅醒的 真的很帅 简直帅抽了 他忽然手一扬 那半张面具竟被他扔了出去 九儿 凤江猛地往前一跳 在半空将四皇叔的面具捡了回来 恭恭敬敬地递也回去 四皇叔 九儿还小 他 他不懂事 没想到四皇叔还是不生气 将面具接过 却低头看着凤九儿 他的声音也是凤江这么多年来 听过最温和 最有耐性的 不喜欢我戴这个 他问 似乎真的在征求凤九儿的意思 好看 好看 九儿指着他的脸笑得像个花痴 你给他喝了多少 凤梨看着凤江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一般 凤江 凤江差点就要吃醋了 不 他是已经吃醋了 也 也不多 大概只是一瓶 四皇叔 为什么对九儿这么温柔 害他还以为四皇叔转性了 可是 对着自己的时候 还是那个四皇叔啊 一点都没变 又冷 又无情 不过 四皇叔这张脸 实在是太出乎自己的预料了 他凑了过去 小声说 四皇叔 你一直戴着面具 是怕自己比父皇还好看 会被父皇打击报复吗 凤梨瞅了他一眼 不说话 忽然将凤九儿抱了起来 转身就要走 四皇叔 你要带小皇妹去哪儿啊 凤江也赶紧站了起来 跟在他身后 凤梨却一句话不说 抱着九儿 长腿一脉 转眼间 消失在夜空之下 撤聚 转眼前 黄氏 穿着眼前 偶尽 敬眼前